业余时间呢,我喜欢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一些机械类的,电子类的 还有一些艺术类的东西 一共大概花了一万五个节目 这因为第一次做的,对所有的流程,还有各种的链券都不熟悉 然后买回来很多的链券都浪费 直到去年的年底,我才能把它正常的做得出来 平时我不会把它开到马路上 因为这个毕竟它不是一个合法的照项工具 所以呢,我平时会把它放到市大的校园里 打成类可以这样的休息一下比较方便